深夜傳出行人遭撞 警方貨報立刻趕往現場 而被撞的婦人 因為第一時間沒有了神明跡象 是緊急送醫治療 但人選告不治 畫面中可以看到 肇事的大型重機 被監視人員前往路邊 進行拍照搜證 車頭的車殼整個破裂 可見當時撞擊力道相當大 讓我們來聽聽稍早訪問 事發地點位於新北五谷明義路上 今天凌晨12點左右 61歲的蘇姓婦人疑似違規 穿越馬路要到對面找朋友聊天 卻遭到24歲的靈性騎士 騎乘重機撞飛進10公尺院 而騎士是公称 當時天色昏暗又下雨 地上濕滑才會煞車不及 撞上婦人 而經酒測後排除酒駕 至於車禍的真正原因 目前還有待警方 調閱監視器理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